欢迎回到提关点 那么随着网路还有通讯的发达 在家里头自由建案的工作形态 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普及了 根据统计日本的自由工作者 有超过1100万人 相当于日本劳动人口的六分之一 美国那就更多了 你看到有5500万人 也就是平均每三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是自由建案的工作形态 不过独立建案等于 不跟任何的企业或机构 签署劳动合同 也就不适用法定的基本薪资 工作权没有办法受到保障 为此日本的自由工作者组成了协会 希望政府能够正视这个 越来越普遍的工作形态 进一步推动劳动改革 这是日本人才仲介网站举办的颁奖活动 表扬过去一年杰出的自由工作者 其中网页设计师日景 他的工作是替企业设计网页和logo 曾经在东京的设计公司服务过10年 三年前才转自由建案一举闸话 由于他的设计能力很强 做事又仔细 一个月能有超过40个案子找上他 但跟以前当上班族是比较 实际工作时间减少 收入却增加1.5倍 这位住在埃之县的年轻妈妈 29岁 本来在制造商当业务 结婚后选择离职 现在一边照顾小孩 一边利用空前时间在家接案 她利用专门的重建网站找案子接 上面刊登了各式各样的招人讯息 比如公司业务系统修改作业 最多10万日元 学校食堂食谱设计 最多20万日元 就连赏音替人站位4小时 也能拿到1万日元 这一天她接了一个 帮企业整理资料的工作 并不要求特殊知识和技能 有问题就靠电话沟通 完全不用进办公室 这是她某一周的时间表 黄色的部分是她做接案的时间 几乎都利用照顾小孩和作家室的空档 月收超过10万日元 根据最新统计 包括兼差 日本有多达1122万名自由工作者 创立来新高 相当于日本劳动人口当中 每六人就有一人 是这种工作形态 而美国的自由工作者 更高达5500万 相当于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自由接案的人越来越多 也代表这样的需求大增 例如这一间 雇有170名员工的新创公司 负责网路营运的部门 因为工时长离职率高 所以两年前 他们决定人事重整 只留下必须跟客户接触 以及专业性较高的职位 其余包括整理资料 研究和翻译等辅助性的工作 全改发外包 例如以前员工 必须加班整理的报告资料 现在只要简单打字条列 请外包的人加工 做成一目了然的图表 活用外包接案两年 这个部门的员工 几乎变成不用加班 营业额还暴增5倍 自己独立接案也不是没有风险 例如这一名奸差女性 就曾发生报酬纠纷 他负责替企业做文书处理 但自由接案通常是没有签约的状态 就不适用最低薪资 日本的自由工作者协会 近来也接获越来越多类似陈情 比如没有拿到报酬 或是因为不隶属任何一间公司 被认为不具社会信用 无法申请贷款 随着网络普及自由接案的工作形态 只会越来越常见 协会也开始运作 希望国家能够重视自由工作者的权益 创造一个更友善的劳动环境 好 独立接案之后 自己就是老板 所以凡事都得要靠自己 但也不是全然都没有风险 比如说有劳务报酬的纠纷 还有就是不隶属任何的公司 社会信用度是不是就会大幅的降低 甚至拿不到贷款等等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不能够保障最低薪资 常见的风险有哪些呢 因为其实自由工作者有几项的隐形成本 或者是说你看不到的一些状况 像我现在接到了一个茶叶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一样是做成行销企划跟它规划的方向 整个做全盘的思考 可是因为你要接这个案子或者是说你要做功课 你必须要喝到各种不同的茶叶 你才有办法熟悉这个产业 所以可能我要花我自己的一些成本费用 可是这一花下来可能三五千块的隐性成本 你是看不见的 可是你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其实像一个成功的自由工作者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一再提到了 很多的价码什么行情等等 都要打探得非常清楚 如果纯写文案都是以文字书写类的 我会用一万起的一个薪资 一个费用去做报价 我还会多给一些营运策略 或者是所谓的现场的服务的建议 那这些的教育训练 我都会提供一些规划 所以这个的话我就等于是 我等同是站在这家厂商 我是跟你站在同一个需要去一起赚钱 一起去把营收撑起来的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就会跟他就是报一个 有一个抽拥以五万为基准 但是我会有一个抽拥的一个部分 那抽拥的话 这个几%的利润 就会跟业主去洽谈 有的时候可能是1% 有的时候可能是税后的5% 不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营运策略的规划 你好像以前也有做过 帮一个餐厅起死回生 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不是 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餐厅 它是一个蒸汽火锅 它也很不忌讳的 把它的营业数字摊开来看 因为也已经 就很多时候要开城布工 对 不然的话很难帮到 这个真正的大忙 是 所以我就从几个角度 比如说营业额现在这么差 当然是要从行销到着手 所以社群活动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你打卡就送什么 这个帮他们做一个销售专案的建议了 然后再来的话 看到他们的平均客单价 平均客单价一个人大概600块左右 其实不低 可是你要再怎么提升客单价 一定是透过你专案的规划 比如说我可能两人成型我就1999 其实相对的就会提升它的客单价 那这样子一整年拉下来 其实业绩就开始慢慢提升了 那很平稳的现在大概都会有200万左右 每个月一个月200万的业绩 当然要接案要靠实力 不过很重要也是要有人媒合 现在人力银行这部分的媒合 是不是比例也越占越高 的确我看到就是现在这种外包或兼差的这种 职缺部分确实逐年有成长的一个趋势 可能我觉得每年至少大概都有一两成的一个增加的幅度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可能某种程度上 第一个他们需要的人才可能还是要 现在已经不叫做一技之长 要有这个可能第二专长三技之长 这种所谓的拍行人 就是要跨足两个领域 把这两个领域的能力结合起来 或自由工作者的工作态度 我觉得工作态度有时候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也就是你要能够独立作业 然后又可以这个即时交建 因为毕竟可能你同时手上有超过两个以上案子 你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时间表即时交建 也就是讲白话一点 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 我觉得你要这样的特色 那个所谓的这个案子才会这个源源不绝 没错 但要怎么样做一个前途无限的拍行人 还有就是国际趋势跟台湾的 这所谓的自由工作又有哪些差异呢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深入了解 请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咱们去到cri Mediterrane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咱们去到达住 output 咱们去到达住 IR 召益 多 abortion 这个人 对